歡迎收看警青瓣泰國新聞 6點時間正正是3月29號早上8點多鐘 一早起床還是睡眼聲鬆 對眼差不大不好意思 曬標和胡先生 不是不是這次不是勞力士 千萬不要誤會 不是曬標是精工標 精工出過這個款式嗎 我也不知道 在日本網站買 後來發覺 查過精工似乎是沒有出過這款款式 但無論如何是有個標誌精工 無論如何是不要理會 今集主要是跟大家回應之前的影片 之前的影片是說 接下來這個潑水節 可能有機會可以玩到水 因為靠省路一眾的商家 就想和萬工市政府去磋商 談談 看看有沒有辦法 畢竟是靠省路也有很多外國遊客來 想吸引多些外國遊客來 這裏增轉經濟繁榮 可不可以讓你玩水 結果出了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衛生部長阿竹憲 已經否決了這件事 但是你知道泰國 即是道高一尺 摩高一像有很多摩 但不是購買摩 有很多摩 始終有些人會暗渡塵倉 我做夢 我又做夢 我做夢夢到 有些地方是會玩的 說到說你不容許大規模玩 假設我一個地方有很多間房間 每間房間只有兩個人 遠距離有社交距離的 那這樣行不行呢 又或者如果大家認識的朋友 或者好朋友的 那行不行呢 那會不會有些灰色地帶 是可以走棧島呢 又或者當日是不是有這麼多執法人員 走進去那裡找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如果到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我會拍給大家看 會給大家知道 有些人這麼偏偏 這麼違反政府的規矩 就靜悄悄去玩水 這麼偏偏 我拍出來給大家看 我看到我會拍給大家看 那我自己會參與嗎 當然不會參與 這些是犯法的事情 那也不鼓勵大家去做 那若然大家知道 靠散路 原來誰卡誰鬥 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鼓勵大家不要去 因為一個不小心 被警察抓了 你就不要 你知道泰國的新聞嗎 很多時候 譬如有人 非禮也好什麼都好 然後有一群人 就拍照就會 整群人指著那個人的頭 那個人就很醜 坐在那裏 掩著臉 每個人在那裏指著 你都不想做想中人 一個不小心 居泰港人陳大文 就因為涉及 這個靠散路 非法玩水 被人抓了 整群人指著 是他了 是他了 他玩水 他射我頭 他射我隻手 這樣就多肉酸 所以大家就算 知道有這些資料 去玩水 也不要去 這些這麼危險的任務 交給我 讓我去 拍給大家看 但當然會不會真的發生 不知道的 只是發夢 但是我猜 是吧 是吧 發夢夢得來 我那些夢有時候都很準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 其實在說 這個沛水節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說了在 中央世界外面有些大型的活動 然後也有些傳統活動 昨天去 Tox Supermarket 都已經擺了一個陣 看到有個佛像 是不是有些水 大家可以去木佛 和佛像洗澡 也有意思 甚至乎不是的 去佛子門口買袋沙 買袋沙 買袋沙 為甚麼 煲湯 當然不是 這是傳統習慣 傳統習慣 但在一年多久之前 大家不能去超市場 去看一套電影 通常沒什麼事是去佛子 去佛子 可能是有心事 想找和尚高僧聊天 或者想去拜神 甚至紅白議事 或者甚麼都好 總會去佛子 泰國人從小到大 去佛子多於其他地方 當然今時今日不會 可能七十一更多佛子 但以前來說會是這樣 當你限入佛子 搞了所有的事情 走出來的時候 可能是赤腳 可能是穿湯蟹 或許都會把佛子裏面的沙 踏出外面 即是拿走佛子的動物 因為以前來說 這些沙、紅泥等 是用來建佛子的 你拿走去 是最過的 所以一到了泰國新年 泰國人就會把一些沙 搬回佛子 但今時今日 建佛子就再不是用沙 大家都喜歡一種 風俗 在一部份的佛子門外 總會有釋除尊便 其實都是捐錢給佛子 就是一個藉口 捐錢給佛子 拿一袋沙 然後在地上倒進去 做一些沙塔 泰國人很流行的 若然你住在這裏 沒甚麼世藝 都可以去玩沙 買沙 或拍照 都有意思的 有趣的 我亦相信 今年很多商場 都一定會有潑水節的活動 可能不一定是 失敵敵 是乾真真 但也算是一個好的起步 阿魯天說 大家多忍一年 明年盡情玩 明年盡情玩 是否真的 明年真的玩到 我覺得也是 印度神童是這麼說的 如無意外 明年過了今年才算 除了這件事 大家還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打疫苗 沒錯 打疫苗 無論是居態港人也好 居態甚麼人甚麼人都好 可以去打 不需要網上 不需要事先預約 以下這些地方 就可以打到疫苗 這些地方最新公佈 在泰國新年期間 無論是甚麼人 拿個護照 就可以免費接種 不要問我打哪個品牌的疫苗 或者我打第一針 我打第三針 我打第六針 可不可以 你去到自己問 因為暫時未有有關的資料 總而知 未打的朋友 無論是本地人也好 外國人也好 拿到護照 都可以免費接種注射 至於甚麼品牌 以及究竟是適合第幾針 到時自己去了解 都是一件好事 反正現在很多人都已經打了 假設你還未打 當然如果你身體不適 有些恐懼 你自己衡量 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那句 打了就應該好過不打的 為甚麼大家自行決定 至少叫做多個選擇 因為日前後都很多人問 我還未打 我哪裏可以打 糟糕 現在 譬如說是領事館 還未安排甚麼春苗行動 又怎樣怎樣 醫院好像很貴 而且醫院我又不懂溝通 又不懂怎樣去 以下這些地方 大家就可以自行去 而部份都是商場百貨裏面 都應該方便 大家去之前 購買食物 去之後打完針 沒甚麼 吃完餐飯才回家都可以 反正潑水節 理論上不會失車 接下來很快很快 10多天就是泰國新年潑水節 期望有新的局面 有些新的好消息 潑不潑水其實都不重要 起碼大家硬見 很多泰國的事情已經開放了 大家都生活如常 這才重要 我硬讓你潑 但是這不給那不給那不給 那你也沒意思 現在雖然不能潑 但是生活如常 大家也要繼續轉圈 所以 應該今年的感覺會好過早兩年 期望明年的感覺更加之好 今天嘉景清貧 太過新聞容許我偷懶一點 在家裏這樣做 其實來日我都會這樣 因為現在在拍新節目 拍到天分地暗 是辛苦到不得了 我都沒甚麼時間出去 爬街拍其他東西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胡慧聰 不要說你這傢伙又偷懶 嘉景清貧我不看 就是因為嘉景清貧 我真的太過清貧 而且沒有時間出去拍 大家繼續支持 繼續支持 看完影片 看完 記得留言 留言鼓勵和支持我 我盡量 希望我在外景與外景之間 抽到時間 盡量拍一些外景 就不用每天都嘉景清貧 我知道 嘉景清貧又是坐在那裡 跟著下午沖廣台又是坐在那裡 除非你真是很支持胡慧聰 如果不是你未必會看 究竟大家是不是真的這麼支持我呢 希望大家支持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嘉景清貧 多謝大家收看